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年刚开始发行的两枚纪念币 也就是我手中的这种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峨妹山 乐山大佛 还有就是黄山纪念币 目前最新的价格行情 如果说对纪念币这一块 关注比较多的话都知道 双移纪念币 一共发行了四枚 龙头是泰山 泰山之后发行了五一山 然后五一山之后 今年发行了峨妹山 乐山大佛 还有就是黄山 这两枚纪念币 它是一起发行的 面值都是五元 然后现在最新的价格行情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 面值是十元 基本上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 收购价也好 还是出售价也好 基本上就是面值 刚开始发行的时候 这两枚纪念币 相对于它们的面值十元来说 它们是增值了 发行价在十四块五左右 面值十元 发行价十四块五 也就是增值了四块多 但是在它发行不久 就价格一路下跌 实际上它们的发行量并不是很大 总共都是发行了1.2亿枚 而且从整个设计和制作上面来说 这两枚纪念币 看上去还是非常精美的 但是好像从开始到现在 这两种纪念币 它受到的关注度一直不高 它的关注度相比泰山 五一山要差很多 很多喜欢收藏纪念币的朋友 都没有去收藏它们 所以说价格下跌 就一直跌到了它们的面值 两个都是五元 这一套也就是十块钱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这两种纪念币发行之后 价格大跌 连带着把泰山和五一山的收藏价格 也一路打下来了 虽说现在价格跌到了面值 但是发行量不大 而且从设计制造都很精美 大家现在去收藏的话 以面值价去买进收藏 基本上都是没什么损失的 万一它价格又上涨了呢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它们的收藏前景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